你现在是我的人 但在强大的龙巨面前 沃鲁温的命运似乎只有等死 可没想到艾伦没有打算杀死他 而是说了开头那一句话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属于我的了 因为艾伦意外的一句话 沃鲁温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他本来是布鲁奈王国北部边境地区 阿拉萨斯伯爵 如今却成了战机扶努 可他的扶努生活却过得多姿多彩 和气味战机的邂逅 便就此展开帷幕 一较睡醒 巴基面前站着一位 英姿沙爽的女将士 他是艾伦的副官尼姆 在硬核交情下 沃鲁温被带到了兵营训练所 被迫向士兵展示自己的剑术 直见他随意地拨弄手上的弓 随后连射两剑 都被周围的围观人群不断嘲笑 他在战场上 那摆布穿崖的剑术荡然无存 就在全场人哄堂大笑时 一味资格出现打算暗杀战机 难道却被他那能操控大风的龙举 亲力挡下 尼姆下定立刻抓捕刺客 就在所有人准备行动之时 沃鲁温却拉起了弓箭射出 以超多长力的轨刀射中刺客的腿 他用自己的剑术 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而艾伦从始至终地相信沃鲁温的剑术 之所以故意让他在大众之下展示 就是为了让外面的舆论消停 毕竟扶努被优待的情况 还是比较敏感 在之前那场以夺生少的战争下 只有沃鲁温的剑术 让艾伦感到愉悦 所以他无论如何 要让沃鲁温成为他的人 不过沃鲁温却心细家乡 并没有同意艾伦的投诚邀请 但来日方长 艾伦也并不着急 可没想到在一天夜晚 沃鲁温收到自己的领土 正被布鲁奈王国的泰纳尔迪耶公爵 简称泰迪公爵 发兵挺进 他能儿子小泰迪带着三千大军 为了保卫百姓的沃鲁温 活机活料地打算回去 混乱忘记自己现在还是扶努的身份 而艾伦也一盆冷水 搅在他的头上 表示就算他一个人回去 又能改变什么 想了很久 沃鲁温突然提出一个请求 希望艾伦可以借兵给他 向敌国借兵来保卫自己国家 这个操作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可艾伦却想也不想地同意了 但前提他要得到阿尔萨斯的统治权 对于沃鲁温来说 他本来就没有野鸡 不追求名利 只要百姓过得好 在谁的统治下 他都无所谓 可他们能就慢了一步 敌军已经提前带兵进城 开始搜刮钱财 小泰迪更是来到沃鲁温原来的住所 发现他的侍女迪塔 色性大起他竟打算对迪塔做坏事 没有战力的迪塔完全无法反抗 只能默默接受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 眼看小泰迪就要得手 关键时刻 沃鲁温即时赶到射出一箭 竟直接贯穿小泰迪的掌心 成功救下了迪塔 男鹅幕后竟还尝试一位弓箭手 向沃鲁温反应及时抓住了箭士 并在所有人面前修了一波反向定位 成功猎杀了两位弓箭手 但自己的弓也因为用力过猛而导致撕裂 但这都不是问题 因为那被父亲要求只有在必要时候 才允许使用的黑弓 将在今天重新戚风 只是轻轻拨动箭弦 就引起湖面反起涟漪 一切准备就绪 大战一触即发 即便沃鲁温这边只有一千大军 但艾伦早已做出正密的布局 他显示带领400士兵 与小泰迪军队正面交战 索尤利姆也带领400士兵 吸引其他活力闯入早已设置好的陷阱 主力军被削弱的小泰迪 命令帝龙攻击 但在拥有龙具的艾伦面前 他又一分为二 失去帝龙的小泰迪内心 已经开始慌乱了 在得知艾伦他们还有 两千大军支援的消息后 彻底失去了继续战斗的信心 一日其的飞龙打算一门撤退 殊不知两千大军只是艾伦制造的假象 那你真正的战地只有百人不到 但是马匹就足足两千 依靠地形和夕阳照射 才印造出大军来袭的假象 只为小泰迪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真相 因为在他骑着飞龙撤退的时候 沃罗恩手握黑弓对着天空射出惊天一剑 这是来自艾伦手中的龙具 埃里伐尔借给沃罗恩的力量 飞龙被射中从空中坠落 小泰迪阵亡后 所有士兵就无心再战 阿尔萨斯也算是跑了下来 拿他们真正的麻烦 才因此开始 埃里的夫妻派出插手 准备除掉沃罗恩 并且艾伦的帮忙也属于榜雄 他打算寻找其他战机来对付艾伦 离泰迪公爵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七战机之一的艾伦 公然单膝下跪 国王对他四字戒兵一事表示极为不满 好在七战机之一的索菲亚出面 替艾伦说话才让他免受惩罚 但是麻烦却才刚刚开始 七战机并不是铁板一块 艾伦知道自己这次招了太迪公爵并不明智 但事到如今也只能与他彻底开战 毕竟沃努恩是他了的 谁也不许欺负 太迪公爵先是委托了其所组织 对沃努恩进行暗杀 其次拜托与他家族是台交好的七战机之一 陆利叶与艾伦宣战 虽然在开战之前 陆利叶接近了沃努恩 了解到眼前这个少年并没他所想的那么糟糕 但因为立场不同 所以最终只能兵龙相见 可第一次开战 双方都没有讨到好处 由于陆利叶擅长防守作战 他找到了地形极优的雪山顶来做防守要塞 如果久久无法攻破 艾伦这边的士气会随着恶劣的极寒天气 开始不断萎靡 战况变得异常焦灼 为了寻找突破口 沃努恩只身一人前进调查 他披伤了熊皮来抗寒和伪装 在寒冷的雪地上缓缓前进 饿了只能用他那高超的剑术捕猎 结果却凑巧地遇到了陆利叶 对方也被眼前这粗犷男子的剑朔吸引 于是忍不住话闹了起来 其实陆利叶的内心极度柔弱 他表面的咄咄逼人类模样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以及守卫责任和荣耀 战机的身份 那么从始至终就无法做自己 总要经常撒谎 要与讨厌的人为伍 还得面带微笑 虽然这就是人生 可每次被这良心去做事 都无比延误自己 也只有独处的时候才能让自己冷静 他骨子里是善良正义的 所以他似乎没有怀疑面前的男人室友目的 出现在这雪山 也没有刻意要求检查他的身份 只是想有一个人可以短暂 去倾听自己的内心 看着面前的少女 沃鲁温感慨 这或许才是陆利叶最真实的样子吧 战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陆利叶也得回去要塞 但回来不知在他离去后 沃鲁温便跟随他的脚印尾随 竟果真发现了这座要塞的后门 可就当他满心欢喜地带着艾伦前来 却发现本来毫无防备的后门 竟多了许多守卫 真心未够 看来能当成战机的人 情绪控制那是相当到位 不过既然出兵了 艾伦也不打算空手回去 只见他蓄力一击攻向后门 可后门却只是出现一个印记 这可是能秒杀帝龙的招式 如今近年一个门都无法攻破 艾伦的攻击也让他彻底暴露 情况对他们极为不利 关键时刻 沃鲁温与艾伦合力射出惊天一箭 大门总算被射出一个窟窿 兵与兵的较料 王与王的争锋正式打开卫幕 南岸战机的实力几乎不相上下 艾伦与陆与艾打得难舍难分 风与兵在战场上肆虐 就在两年都精疲力尽时 其所组织人竟打算趁机灭掉战机 虽然他的目标是沃鲁温 但战争的胜负往往全都取决于战机 他们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可一旁的沃鲁温却用神仙术救下了他们 这也暴露了沃鲁温就是之前穿的熊鼻的粗广男子 努力业停下于艾伦的战斗 询问沃鲁温为什么要救自己 他完全有能力可以射杀自己再去保护艾伦 但沃鲁温却表示 自己只是为了感谢在山东畅聊时 努力业给他泡了红茶 虽然知道这不是真正理由 但努力业却宣布停战 表示之后会保持中立 而这个情况 泰迪公爵也早已料到 所以他准备了新的计划 带出了国家最强的黑骑士 罗兰 而想叫动至尊大人物 泰迪公爵不惜给沃鲁温扣上了叛国名号 他的实力极为强大 艾伦单独与他交战 完全不是对手 好在沃鲁温出现骑士吸引了罗兰注意 随后利用神剑术射向罗兰 对方以为弓箭射空 正想追击使 战马却被从天而入的弓箭击中 沃鲁温连忙带着艾伦火速逃离战场 但危机还没有解除 先好索菲亚站出来 替他们渡过一劫 可索菲亚的绝对防御 竟被罗兰以刀斩碎 索菲亚也不是罗兰的对手 但身为能运用光滑元素的战机 他的讨好速度估计无人能避 毕竟他的目的 只是拖延时间 让艾伦他们撤退 在确认安全之后 艾伦才发现沃鲁温的胸口 已经被血液给打湿了 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 等他苏井后 得到了加传黑功的指引 女士来到一处破旧的神殿面前 神殿四分之一位 掌管黑暗与死亡的女神 沃鲁温询问面前的神像 为何让自己前在这里 回答他的竟是 跟随沃鲁温而来的女巫迪塔 还想让他被女神附身 而将获得女神赐予的力量 沃鲁温必须朝着迪塔的身体 射出一箭 精通见书的沃鲁温没有犹豫 他控制好自身力量 在空间即将射中迪塔的同时 让他消散开来 从而不会对迪塔 造成半点伤害 这种控制力得到了女神的认可 黑弓也觉醒了一种全新的能力 得到这个未知的力量后 沃鲁温只想立刻赶到战场上 号称布鲁温最强骑士的罗兰 即便面对战机的农迹 也丝毫不落下风 在沃鲁温赶到战场后 试图解释自己不是叛国者 但罗兰早已知道沃鲁温是被遣害的 不过黄命在身 是因为骑士的他 只有无条件执行帝王的命令 这便是他的骑士使命 两年都拼尽全力使出最强招式 最终两排巨伤 沃鲁温本来的伤口被撕裂开 而罗兰则也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沃鲁温只想守卫自己的家乡阿萨斯 但这个梦想却被迫 让他得与自己的国家 布鲁温王国开战 奸臣争权 让整个国家都名不聊生 沃鲁温没有除去的罗兰 他十分清楚罗兰的为人 而罗兰将陛下赐予他的宝剑 送给了沃鲁温 以表他是正义的象征 他现在要回去找陛下禀报真相 而想夺权的两大公爵之一 港龙公爵 在德士多兰回来后便设计抹除了他 沃鲁温奔向带领大军 与泰迪公爵彻底开战 但沃鲁温没有想到 邻国敌军竟在这时开始入侵 布鲁温王国 这时连泰迪公爵都得正式的狠辣角色 不管沃鲁温与泰迪公爵有多大的矛盾 终究是属于内部矛盾 为了保护家乡 沃鲁温决定对邻国敌军发起起起起 目前他手上只有2000兵力 而敌方却有足足2万 并且战机艾伦收到了闺蜜杀下的囚员 同为起战机的他不可能置之不立 现在沃鲁温只能依靠自身来完成起起行动 即便他的黑共再强 也不可能一人对抗数万大军 于是沃鲁温制定了缘密的计划 硬生生地将邻国敌军削减了2000大军 这让对方恼羞成怒 他们连沃鲁温的影子都没见到 于是为了引出沃鲁温 领头领卡西姆用人具威胁 善良的沃鲁温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立 卡西姆看到沃鲁温只有600兵力极为不屑 结果在山坡上竟出现了大片援军 如果不仔细看根本无法发现这些援军都是假的 所有沃鲁温一超远距离朝着卡西姆射出一箭 竟在所有人意想不到之下杀死了卡西姆 援军假象坏下首领阵亡 凌国敌军竟一直溃不成军 逃的逃死的死 可本以为赢下胜利的沃鲁温 却从这些战龙口中得知 卡西姆带领了2万人 不过是先前部队 真正收到专业训练的军队就在其后方 人数更是高达3万人之多 加上先前部队逃跑了1万多人 其人数更是高达4万人之多 任何寂寞在这支军队面前都不可能实现 沃鲁温也打算带着士兵撤离 但几日齐齐行动 让他们早已筋疲力尽 加上还带着一群被解救的俘虏 他们最终还是被邻国敌军罪伤 关键时刻 战旗路利亦进来的援军赶来支援 他从来到那边得知沃鲁温之身战斗的处境 和死亡打军的成名攻击 而是让沃鲁温他们陷入的苦战 就在沃鲁温与路利亦已经抱着逼死的决心时 四面八方竟涌入大量士兵 这些都是布鲁奈王国的部队 所有人都已经得知了沃鲁温用千人齐齐万能军队的事迹 对于这个被扣上叛国者名号的人 还拼了命的守护国家 所有人都被这行为打动 而纷纷加入战斗 所有部队聚在一起 并有与邻国敌军抗衡的筹骂 布鲁温王国从未有过如此团结的情况 邻国敌军的领头人在得知这个情况后 毫不犹豫地选择撤兵 并大肆宣传沃鲁温的英勇事迹 目的是保住自己的颜面 毕竟只要敌人实力够强 战败也就不是多么丢人的事 但最重要的还是为了让布鲁温王国的其他人 对沃鲁温产生抵抗衡 毕竟妒忌会使人面目全非 最后所有人都因为战争结束而开始稍微放松时 布鲁温却从一位奴隶少女口中得知了惊人的秘密 面前这个看似交罗的金发女孩叫雷奇 可是她表示她还有另一个名字 雷奇艾斯提诺诺瓦阿诺巴斯提安多查尔茨 名字虽然有点长 但她却是代表着一个象征 当代布鲁温王国统治着法龙的继承人雷古纳斯王子 可她却被钢龙公爵陷害下毒 本来该死的她却被家臣救出 所有人包括钢龙公爵都以为雷奇一死 于是雷奇从此隐姓满民 直到被沃鲁温救出 这多亏了在王国长时间的女扮男装 所以钢龙公爵在之前已经见过雷奇 却只是阻挡她激怒布鲁温王国 想要恢复王子的身份她必须自证 好在有一个凭证可以证明她的王族血脉 但这个凭证却好巧不巧的 处在钢龙公爵的领土地壁 那里有一扇 只有王族血脉之人才能打开的打门 可想把雷奇安全送到钢龙公爵的地盘 这可想而知难度有多高 并且两大公爵也得知雷奇未死的消息 先沉不住气的是泰迪公爵 她的一颗领兵开始阻拦雷奇回国 本来有战机的帮忙 泰迪公爵完全不是对手 但男和她手上 进入两条可以无视战机龙具的帝龙 不过毕竟只是龙和阶下囚的帝龙 在自身方面完全无法与战机对抗 既然龙具无法伤害他们 就让两龙自相残杀 最终帝龙被解决后 泰迪公爵也被成功打退 可就在沐鲁恩带着雷奇来到帝公时 却发现泰迪公爵早已等候多时 这里的地形无法大批军队战斗 对自身实力极为自信的泰迪公爵 完全不拒两战机 但他们的战斗没持续多久 钢龙公爵早就在帝公进行埋伏 他竟打算连泰迪公爵也一起埋葬 帝公坍塌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泰迪公爵手下的指挥官令死 也要杀死沐鲁恩 但沐鲁恩的老随从替他挡下一劫 最终帝公坍塌 只有沐鲁恩被困 而泰迪公爵的手下也被砸死 愤怒的沐鲁恩朝着帝公上方舍出惊天一剑 让巨大的能量直冲云霄 这也让艾伦和陆利叶两战机找到昏迷的他 醒来后的沐鲁恩因为失去了老随从而伤心欲绝 但在战机的关心下 这又谁能走不出来 可怜布鲁恩来王国的宰相就找到了沐鲁恩 他们打算接回王子 不过在确认沐鲁恩并没有野心后 便让他火速赶回王宫 因为法龙国王可能马上就要断机了 而在回去王宫的路上 沐鲁恩却遭遇了泰迪公爵的围剿 这将是两人的最终决战 双方兵力几乎强达不大 所以王与王的战斗才是这场战争的关键 这一次沐鲁恩没有再使用黑弓的能力 因为这不是属于他的力量 他利用大自弹风和雨 射出了箭矢 竟因为他们而偏离了轨道 本不可能射中的箭矢正宗 太敌公爵没心 这场战争的结果 自弹已经可想而知 所有人回到王都见到了国王 让他们看到法龙国王都吓了一跳 长时间被钢龙公爵的毒药侵害 自使得他早已鼓手临寻 但在临终之前 他赋予了一级国王之位 并抹除了沐鲁恩叛国名号 加封与光骑士之名 但沐鲁恩的最终归属 还是战绩艾伦这边的基斯塔特王国 毕竟从始至终他的身份都是弗奴 他也早已将自己当成了艾伦的人 永远都是 而钢龙公爵之后 被奇弹机之一的吉利卡暗藏 等待有一日重新掀起 沐鲁恩王国和基斯塔特王国的混乱 故事结束 一名魔弹之王与战机 关于其他战机的故事 在动漫中却没有过多阐述 但每个战期真的都有不同的魅力 虽然是一部乐学后宫爽闻 但整体剧情表达还算挺有意思的 俗话说得好 自无功兵多开挂 不少观众都是被男主用功所吸引 还没开始看 大概都知道会有那一位 而全片的能够名字 我敢保证几乎没有人可以完整的叫上来 因为即便你看到十遍也还是记不住 好像名字越长地位越高 但好在全片的视野 几乎都会围绕在战机身上 毕竟他们真的是胸怀宽广 最后表示如果这部番剧制作 可以达到26或者24级的长度 那么或许会有更多人喜欢 因为对比原作真的有太多细节 无法阐述 所以真的感到非常可惜 可惜啊